嘿,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我是格子姐姐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小蝌蚪找妈妈 现在,宝贝们有没有准备好小耳朵听故事了呢? 春天来了,池塘里有一群小蝌蚪游啊游啊,他们要去找妈妈 小朋友们知道小蝌蚪的妈妈是谁吗?他们能找到妈妈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春天来了,冬眠的青蛙妈妈打了个哈欠 哦,嗯,她醒了 青蛙妈妈扑通一声,跳进了小河里,产下了很多卵 慢慢的,这些卵变成了一个个小蝌蚪 小蝌蚪们到处游啊游啊,他们要去找妈妈 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们出来游泳 小鸭在后面叫着 妈妈妈妈 小蝌蚪们也游上前去叫 妈妈妈妈 哦,你们弄错了,我不是你们的妈妈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大的眼睛 亚妈妈妈妈 小蝌蚪又游了上去 一一起喊道 外大 SW方面说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只脚。 大乌龟划着四只脚游了过来。 小蝌蚪们又一次游上前去,大声喊。 妈妈,妈妈。 大乌龟说。 哦,孩子们,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妈妈的肚皮是白白的。 失望的小蝌蚪们继续游啊游啊,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 小蝌蚪们问。 请问,你有白白的肚子,一定是我们的妈妈吗? 哦,不好意思,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色的衣裳呢。 大白鹅笑着说。 小蝌蚪们继续游啊游啊。 它们看见了荷叶上有一只青蛙,大大的眼睛,白白的肚皮,绿色的外衣。 它们兴奋地游上前去。 请问,请问您是我们的妈妈吗? 青蛙说,孩子们,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妈妈妈妈妈妈妈。 小蝌蚪们高兴极了,它们终于找到了妈妈。 好了,宝贝们,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你喜欢听这个故事,要给鸽子姐姐点赞哦。 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鸽子酱讲会呗。 鸽子陪你一起成长,晚安。 4件事情是最大的故事,我们来说我们来点赞。 嗯,我们来点赞,转试一下。 就是让我们来点赞。